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服务了18年 我对郭议员从你的妈妈开始 我就开始介绍 你们四家都是在为地方民众还有机关有什么困难都是请你们来帮忙 所以当时我就感觉到郭议员他真的很热心 因为我们在88年的时候 学校好不容易在他妈妈当议员的时候 就为我们争取到一个活动中心跟游泳池 那很巧就遇到921大地震 整个预算都被取消了 郭议员就会帮我们争取 又要盖一个活动中心跟游泳池 就是我们国语思想所有家长的信念 那很巧说什么 考古学说我们地底下有很多古迹 又不能开挖 那没办法 我们国语思想是一个指标国小 又没有用子 但是郭议员就帮我们国语思想的家长会到台北市政府 跟当时郭龙斌市长去跟他争取 那郭龙斌市长也答应说我们慢慢来规划 那很巧 这边又不能干 那郭议员就担心疫情要争取 好不容易刚好有一个万大线的结影 那他争取说 那我们干脆来跟他共过 开始争取 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大楼跟游泳池 都已经开始在兴建当中 那我们在高兴之一呢 问题又来了 这个开始兴建 这个附近的这个工地旁边 教室 灰尘 还有柴油味 噪音 根本不能上课 那我们请郭议员也帮我们到交易局长官来参观 以后马上给我们一个最快的辅助经费 做了气蜜窗 隔音 可是隔音效果都建好了 很快就建好了 问题又来了 习生根本没办法上课 太热了 那郭议员又转面帮我们替这个 大陆工程争取说能不能 因为交易局有 经费有限 那能不能来回馈一下我们这个 郭议司教在这边 忍受这个工程的进度 那你也给我们回馈一下 大陆工程就在郭议员的 一直推荐之下 一百多台能力都给我们创好 这是我们非常感谢郭议员 对我们郭议司教 真的是我们郭议教的大恩人 所以在我们家长会里面 有任何困难 有任何问题 都是找郭议员 那本身郭议司教 我可以讲 除了郭议员这么舔我们 其他的很多名利代表 都不会来 如果为了选票 真的这个地方票又不多 所以郭议员他就是 没有考虑任何的因素 就是决定他所有困难 都帮我们学校解决了 真的是我们非常敬佩的一个议员 所以在今天我有这个机会来讲 我也要奉献我们所有 我们中政区的所有里面们 尤其特别是我们国语史小家长 一定要告诉你的朋友 我们郭议员是我们国语史小的恩人 我们无论之何一定要相挺到底 大家来支持他 让他以高票当写 做 tabs 你给我认为 你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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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你吃饭了 快点